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上午由一门三美的蔡少芬由老公张静陪同出院 小女儿感名张欣儿 爱妮心气的张静担心混乱情况影响婴儿 率先把爱妮送上车才接受访问 夫妻二人喜悦心情一于眼表 我们今次是开刀的 因为阿可怡的经历令我们知道我不可以再玩这个游戏 在那儿试十二个钟然后删不住 所以一来就和伊丹说了是要开刀的 名字是改作信仪和特别的意思 爸爸改的 信仪就是信心就信 那应该要对于上帝有信心 所以都是一样和信仪是有关的 乙都是神的乙女和张家 问及会不会再追多一个儿子 蔡少芬直言不需要 张静则孝直指自己也很累 老婆怀孕自己也很辛苦 两个女儿已经够了 不需要追多一胎 够的了 不会继续生了 你都不需要 你张家不需要这样追 我们其实希望是给个本地的床 三尾 三尾够了 什么呀 三尾够了 三尾够了 是在三 我都很累 因为其实 其实我孩子 她辛苦 我也很辛苦 不过我觉得 她这么长的时间 我看到她 我有点觉得 让她挺不顺 因为何止这么重的重力 她有时起床 站住都动不了 因为太重了 然后三尾 这次第二次 我反而比第一次更紧张 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第一次好像很兴奋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第二次呢 我就知道 整个程序很一样 所以她打麻烦 或者是她的哪个程序 我就很清楚 我反而很紧张 一路去到她 她出了来之后 我才会更高兴奋 所以 其实都是很大的 对女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事 是个头开这么大个洞 拿个宝宝出来 其实不简单的 没什么事 不要再搞得这么一样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 贴心小棉袄 有女万事族的张静 不仅不想再追生儿子 而且已经开始加倍工作量 努力赚钱 让妻女过得更好 所以为什么奖励班大太 你们就说 当她自己的奴隶兽 就是 继续服侍 我说她已经很幸福了 她有大婆 有儿子 还有一个小妾 在这里 你应该努力 做事了 有三个女人要养 是 我一向都很努力 现在要更加努力了 是 所以她经理人 应该接了几分 1 2 4 5 2 4 6 5